哈囉,大家好,我是星田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 好的,那其實呢,我這次還蠻意外的 因為我原本呢,並沒有抱持著說我特別要去買什麼樣東西的這種心情 結果殊不知呢,我大概算了一下 總共大概花了兩萬多塊的台幣 而且呢,是零藥妝 沒有任何一樣藥妝品 那我們這次去東京旅遊呢,一共有六個人 我妮妮如酒man製作人小雪Fanny 我覺得我們這團的戰鬥力是蠻高的 大家會有很多的逛街購物行程 你就自己也會想要買東西 好,那話不多說,就來看看我到底買了些什麼東西吧 首先呢,這個是在任天堂專賣店 我們排隊排了45分鐘才進去的 這是當作交換禮物,可能會送出去的 它是那個Mario的那個問號方塊的設計 而且它這個材質啊,超級柔軟舒服的 上面的話呢,還有這種錶環 然後又像你的名錢包一樣 背面的話呢,就有這個 超級瑪麗的LOGO 其實這是我幫朋友買的 對,非常可愛的卡比之心 就是有一個背帶,可以當側背的一個包包 它也是這樣子 大大的,名錢包的這種設計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買給自己的超級物理可愛 它也是做成那個問號方塊 然後背面呢,就是這種Mario的這個背景嘛 登登!它是一個隨身鏡 我一面是有放大 放在小包包裡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它這個大小有沒有,就不像一般 有時候我們的摺疊鏡鏡子太大了 這樣子三樣東西的話 在潤天堂 我記得應該是一千多塊台幣吧 好,再來的話呢,也是一些小東西 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要幫人家買的 或是送人的 這個是扭蛋 因為我這一趟呢,原本還說呢 我覺得我不會再扭扭蛋了 以前都花在扭蛋太多錢 那些小東西就是 通常都放在辦公桌上 或什麼 然後我離職之後呢 我東西也就都留在辦公室 我的扭蛋全部都放在桌上 就送給大家 然後,但是這個實在是太可愛了 我就扭了 冰雪奇緣2的一個扭蛋 它是可以把它就是組起來 有一點像是那種水晶球的概念 我有可能會送人 對,所以就先不打開 再來這邊呢,是幫我姊姊買的 主要呢,應該其實就是 買了要給小朋友使用的啦 因為呢,姊姊有兩個女兒 也就是我的兩個侄女 那這個杯子的話呢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它就是這種 算是塑膠的啦 所以就不是陶瓷 不會很重 然後你也不用怕它破掉 很可愛的冰雪奇緣造型 裡面也有雪寶的臉 這一個好像是600塊日幣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濕紙巾的蓋子 因為你們知道媽媽都一定要隨身攜帶 濕紙巾很重要 再來的話呢 也是給小朋友的 這個是冰雪奇緣的筷子 而且它是小隻的 印象中大概應該也都是 500塊日幣左右 然後還有這個 這也是冰雪奇緣 後環式的吊飾設計 它就是雪寶的圖案 這樣子 打開來 你可以放零錢票卡鑰匙 都可以的 再來呢 這個呢 其實我是之前就有想買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買到也是很OK的 就是人手一隻的國際排 我買到Sony的吹風機 那我買的這一隻呢 看到這個顏色是這種 淺淺的 有點這種 炫光的粉紅色 這一隻的型號是 EHCNA5B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隻型號呢? 這隻不是那個紅色最大最貴最新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隻的這個型號呢 它的設計有國際電壓的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牛啊 就是我可以旋轉它 哪一種電壓 這100到120跟200到240 所以如果我要再出國啊 飛來飛去的時候 我都可以戴上它 它包裝裡面也有附上這個變壓的插頭 好 那其實會促使我直接買上這個吹風機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住的那個民宿的吹風機很小 風就很弱 然後我的頭髮呢 這麼的長 我每天吹頭髮就吹好久好久 第三天吧 我就把這個吹風機直接買下來了 這隻我是在Big Camera買的 那我記得打完著 然後退稅完應該是11000日幣左右 我是覺得女生還是必須要買一隻啦 那後面幾天用這隻在民宿吹頭髮 我都覺得非常的好吹 因為老實講我覺得3000多塊 一隻吹風機其實蠻貴的 所以就是要好好的使用它 好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一些我覺得蠻重要的一些衣物 那我是買UNIQLO 大家可能會聽到 蛤?UNIQLO不是台灣都有了嗎? 為什麼還要去日本買? 有一系列的東西我非常推薦你 一定要在日本買 也就是發熱衣系列 UNIQLO分成三種等級 就是最一般的發熱衣 極暖跟超極暖 日本的話呢 其實我會建議比較買極暖跟超極暖 因為它的價格真的是比台灣便宜很多 台灣的話 我記得光是最一般的 就是最薄的那一種發熱衣 應該定價就是590 在日本的話呢 我們買超極暖 1490日幣 當然1490好像是有特價一點點 但是呢 還是非常的划算 而且是超極暖的等級 我幫男朋友買了一些襪子 超極暖的這個款式呢 它的材質就是比較有厚度 然後是有這種鋪毛的 我覺得摸起來是很舒服 我接下來要去韓國 所以我才買了這些超極暖的發熱衣 因為大家都說超級冷 而且因為久妹也在冬天去過 然後她就有特別說 她覺得真的很冷 就建議我一定要買好這些發熱衣 或是要多穿一點 那另外超極暖的系列 他們除了圓領的話 也有這個高領的系列 也是有什麼白色黑色深藍色啊等等的 不是那種薄薄貼貼的高領 是這種有厚度的 這個是在澀谷的迪士尼商店買的 喔先看一下這個 看超可愛的 這個是餐巾紙 這個的話呢是贈品 就是我結帳完之後呢 店員說 啊可能是因為有到一個金額吧 所以他就說這個送的 第一個呢就是筆 是這個兔宅子的筆 他會動 反正我很喜歡寫字 很常寫字啊 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是蠻實用 而且拿這種筆寫字心情就會很好 再來呢這個我覺得超美的 是一個耳罩 你看這個顏色完全是我的菜啊 大地色 會買這個呢其實也是為了韓國做準備 他的旁邊是這個 這個是流氓與小姐 這邊是小姐 然後呢 這邊就是流氓 超可愛的 那時候一看到我就試帶 就覺得天啊這個必買 然後尼尼如也在旁邊說買買買 很低調又很漂亮 這個是2400日幣 好的那接下來的這一大袋呢 是我自己都覺得非常的驚嚇 我居然買了這麼多東西 那這應該算是我這一趟在同一間店花 最多錢的一個地方 來了 就是星巴克 這個在周末黑今年新拍幕的星巴克珍選 那這是我第一次去 它真的超級美的 全世界呢好像只有五間店左右 東京的 是木城最新的 你看它光是這個紙袋有沒有 就很漂亮 因為製作人有去過 他還跟我說超級好買 他覺得我因為買很多 因為我們是分開的 他們去過就沒去 那我去 我整個下歪耶 超級不低好買 我原本還想說 不就杯子而已嗎 有那麼好買嗎 我以為我不會買東西 殊不知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實在都太漂亮 都非常的送禮自用兩箱子 而且你看光是這個蓋子裡面的包裝 是不是超漂亮的 首先呢是這個 這個我覺得很漂亮 剛剛沾到一點那個貓貓 這個呢是電腦包 經典的這個R 也很精緻 有一個這個小小的logo條 但是算是有一點貴 這個要3800日幣 然後裡面是這樣 它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說到杯子還是一定要買啦 所以呢我買了兩個保溫杯 光是這個包裝就很美耶 有一點捨不得開 這個包裝是這種碎花的紙 然後這個貼紙 居然是這樣子反光的 上面有starbox 我跟你們說裡面真的很漂亮 很好買 那我也有拍Vlog之後會分享給大家看 那這一支會先發啦 就是購物這一支 那Vlog之後分享 啊破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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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啦沒關係 就這樣吧 啊 欸它裡面 哇 它裡面的包裝也太好了吧 哦這個拿來送你也都非常的體面 你看它裡面 它用了一個這種格子的這種紙 很像那種包水果的 但是它是紙的才紙 而且星巴克沒有辦法退稅 所以就是現在的消費稅是10% 就是你看到標價要再加10%上去 會 好喔 好了 這個保溫杯超級漂亮的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熱愛白色的人 是個白色孔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呢 我就有點受不來 然後它是這邊有一個這個 金色的這個RV Logo 保溫的效率跟保溫冷的效率 都是6個小時 它是這種 剛剛開始的 它是400ml 啊那這個 這個我其實是想送人 我有點不想打開 看得出來它是比較肥 比較胖的一個設計 然後它 基本上就是全身都是消光 光黑 霧面質感很好的 500ml的 那大家就想像的好了 我不要開了啦 因為我自己平常在家裡也是會磨咖啡豆來喝 我是一個超級無敵咖啡控 所以呢我就買了咖啡豆 我直接買了兩包咖啡豆 咖啡豆我覺得算是有點貴 但我忘記它價 那我為什麼會買這個呢 其實也蠻膚淺的 它就是上面有這個 Christmas 2019 然後我就決定要買它了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夾子 所以買完之後我就擁有了這個夾子了 這夾子超美的 我覺得也算是實用吧 這個盒子也超級可愛的 跟那個福沙烏合作的這個甜點 它這個裡面的話呢就是蜂蜜蛋糕 還可以保存兩個禮拜 所以我覺得是很OK 所以剛好可以買回來準備一下就是送禮 那另外這兩盒也是啦 拿著是它這個是聖誕節的包裝 很可愛 我覺得這拿來送禮也超級適合的 它也是就是跟福沙烏的合作品 那這個就是貝尼犁大笑 因為它也有拍我們大家的戰利品 這個呢就是我在那邊現場買的外帶杯 因為呢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把它留著了 而且呢它其實我覺得它是有用心設計的喔 它這個紙杯啊不是我們一般可能什麼便利商店買的那種咖啡的紙杯 它這一款呢是有兩層的設計 所以是有加厚的 都還是很完好 我想它應該就是想要讓人收藏的吧 所以呢我就把它洗乾淨留下來帶回來 這兩盒 其實我也是有打造掃的啦 我覺得都太適合了 涼涼的糖果 薄荷莓果一個是薄荷檸檬 對 很可愛喔 再來的話呢 他們店員也其實都非常的友善跟很好 那如果你說要送禮的話呢 都可以再另外會給你很多這個 他們的小袋子 這個是最小的型的 然後還有個中一點的 那裡面也是一模一樣的這個造型 很漂亮的啊 不管啦我就是喜歡 所以呢我算了一下 我大概在星巴克花了大概七千台幣 對 好多喔 再來的話呢就是 我跟妮妮如都很喜歡的店 叫做Wigo非常好逛 它就是一個充滿各式各樣的 男女生都有的服飾點 配件啊什麼的 然後各種風格幾乎都有 所以我覺得 是蠻年輕蠻潮流的 然後很好逛 而且它也不貴 像是我就買了一個這個包包 喔而且它是可以退睡的 這個毛毛的包包超可愛的 它是可以這樣子 竖起來的 所以呢就現在很流行嘛 就是這樣子竖著手提啊 或是呢它有這個長背帶 要斜背 都很ok 那這一顆的話呢是一千九日幣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前面還有這個空間 可以放東西 重點是很舒服 又是一個毛柔柔的東西 我買了一件這個毛柔的外套 就是這種熊熊的顏色 很可愛 那它也是這種毛毛的顆粒 其實我後來就是 有一天我就直接有穿了 所以可以看 我到時候Vlog影片都會放 算是短的外套吧 它不是長版的 底下也是這種縮口的設計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拼接的布 它其實也很保暖 它裡面呢 有一點那種羽絨布面的感覺 重點是呢 它可以兩穿 翻過來 就變成了另一件外套 就是這種 有點這種奶茶色的羽絨外套 然後口袋的設計也不太一樣 就變成是這樣的 再來呢 也是一個毛毛的東西 它是一個這種 腰包有沒有 可以這樣子打開 101中狗的圖案 我覺得也算是那種 有點低調可愛型的 就是不會說 可能整片都是卡通的圖案啊 卡通人物什麼 你可能覺得說 那有點太小孩子氣了 對那這種有一點點的 我就很喜歡 有個內袋這樣子 這一顆的話呢 是2900日幣 Vigo也有賣很多的飾品 現在我耳朵上面這一副 白色毛球 就是Vigo的 我記得是500多日幣 對 那當然呢 因為我有選色障礙 所以除了白色 我又直接 熬粉色 有沒有 很好看 而且它就是 夾式的 因為我是沒有耳洞 很可愛的小背心 算是短板的 這個綠就是很學院風 今年呢 非常流行這樣子 搭配一個背心在外面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挑選 類似這種風格 最後一個了 最後 這個呢 完全是一個意外 那是我跟妮妮如在機場 我們一瞬間就馬上買了 超恐怖 其實我們就是 明明要趕飛機 然後一不小心 看到旁邊 就是架上那個包包 很好看 就買了 它是 US POLO的包包 有沒有 我覺得超漂亮的 我們兩個真的是 一眼就看到 所以我們兩個買了 一模一樣的 它其實還有很多顏色 然後它還有 小一點的尺寸 一模一樣的造型 但是呢 我們覺得大顆的 比較實用一點點 然後你看它上面 裡面有這個 這個紋路超漂亮的 中間是這個LOGO 而且LOGO它的那個金 不是那種很黃的金色 我覺得它是這種淺淺的 有點那種香檳金 看了就非常的舒服 很有質感吧 很有貴氣的感覺 這個藍色 然後拉鍊拉開來的話 裡面是有這樣子 它有附兩個杯袋 那我們為什麼會那麼衝動共物呢 因為它就直接打對著 這一顆的話 我記得我們買下來 大概是不到一萬日幣 好像九千左右 好 裡面的這個杯袋呢 一個就是這樣素面全藍色 然後配上這個金口 那另外這個呢 很好看 這也是我們一眼看中 它的一個部分 就是它是上面 是它們這個LOGO的字 對 這樣背起來 很好看吧 好看好看 很喜歡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這一次 在日本旅遊的戰利品 總共呢 就這樣花了兩萬多塊的代幣 好了謝謝你的收看 請期待我之後的VLOG喔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心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留言分享 訂閱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